一個危機 創造出了一個股市的一個突嬰的存在 這個是張家元他自己說 他在生前說的 那當然他人已經不在世上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再跟他進一步的追究 但是我從這個報導中 我看到了整個 黨產的邪惡面 他們還會去變成股市的一個草手 變成股市的突嬰 甚至害著別人因為違反證券交易法 要被判刑 市長我要問你說 政黨的本質可以做這些事情嗎 政黨本質不可以做 當然是不可以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家都是很有法律觀念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通過政黨法的話 市長你是不是認為 我們所謂內政部 應該要有這個尬子 對外 不用等到520政黨交替後 也不用等到政黨法通過後 我們內政部要提出自己對於怎樣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個政黨運作 我們內政部應該要有立場 那這種的話就是我們現在的新的政黨法 財政部都說 說這個黨產高達了805億了嘛 那這805億也有多的一個投資 也有人說沒有啊 財政部自己也後來也有開口 市長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做矛盾的事情嗎 一個政黨的財產 有人說800元有 有人說海外有5千元 然後 他們裡面的人說沒有100元而已啦 啊這都在管理欸 這都沒有管理欸 政黨我們是要 不是管理他的這個 我們是要低度干預 設立一個機制 讓大家在這個機制裡面公平 來做 那您講的是 他過去怎麼樣 過去怎麼樣 現在已經有黨法條例在談 應該在那時候在談 黨法條例現在在談嘛 那邊可以談 我要講的是 我們並不反對在那邊去談 我在講的是一個態度嘛 一個態度嘛 這個態度就是說要把他立場 過去這樣4、50年來 所有內政部的態度就是捍衛黨 黨產的最前線 我想沒有啦 就是捍衛黨產嘛 我們提出這個政黨法的草案啦 政黨法的草案OK 我們 這已經視盡視助立法院啦 所以 這個內政部也是很清楚 就是說要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那你 那市長 就你個人 你對這樣 不法取得的黨產 你覺得你要怎麼處理比較適當 不法取得的 現在都已經有 在透過 法院來處理嘛 如果還有的話 我們也都贊成要 各個部會要積極 去維護國家的財產 那要積極維護 你要怎麼積極維護 各部會要趕快提出來 現在其實勝訴的也很多啊 趕快提出訴訟 是 就提出訴訟 那不能開始趕快 左手調查嗎 調查可不可以 調查各部會 現在法律當然沒有賦予你扣押的權利 各部會管的財產 他們都會調查 國安安署管的 交通部管的 其他部會管的 他們都會調查 像我們內政部 我們也有清查 有沒有被占領的 有沒有被占據的 是不是 除了這個 您講的這個國民黨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政黨 也有不當的使用 這個我們也都有在清查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說 我沒有看到 內政部 就調查的一個結果 然後告訴大家說 到底還有怎樣的財產 是不恰當的 甚至說現在到底婦聯會 婦聯會內政部你怎麼定義 婦聯會它是一個政治團體啊 它是一個政治團體 它是一個政治團體 所以按照人民團體法裡面來規範 那如果它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的話 你都是講如果嘛 所以這個部分 他本子上就是嘛 那你說叫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去說 如果你是國民黨的賦水團體嘛 那你現在可不可以定義 把賦水組織你就定義出來嘛 現在要在相關的法律裡面來定義嘛 你整個內政部完全都沒有態度 沒有法律的定義嘛 都沒有態度 賦水組織這東西不能定義啊 有沒有態度啊 如果是政黨不當的黨產的話 當然要清理啊 好啊那要怎麼清嘛 那至於手動的話 大家要透過立法 透過這個 這個 光明正大的程序啊 是尋著法院的程序 或者還有其他的辦法都可以 大家可以在立法院討論 好 次長 那我 我在跟你在這邊 最後再提醒啦 是 最後提醒啦 目前我們這個政黨的 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我們通過後 我們希望 未來的行政院 未來的內政部 要拿出積極的一個作為 如果他已經認定了 他是屬於黨產 不當黨產的一個範圍 國家要先與沒收 再由舉證責任導致 由被沒收的團體 提出訴訟 來證明說他是合法取得 那我想要問次長 那這樣的態度之下 你能接受嗎 如果立法通過的話 內政部不執行也難啦 不執行也難 是 好 那沒關係啦 那就 因為 未來就是執行啦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啦 是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敬毅委員 我們 這麼貴店嗎 我們11點 那個李委員 執行完我們休息 好不好 好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內政部陳次長 請次長 李委員長